所以不要被外层所染视为净啊 台长跟大家讲 我们不要被外面的环境所染 人家在自私 你也自私 人家做坏事 你也做坏事 你一定会被外层所染啊 就不干净了 所以你不为外物所动是净 外面不管怎么样 我已不变应万变 这叫安静 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说 气即胜 大家记住了啊 这很重要的 一个人的气不要太胜 就是不要太大 火气不能太大 中国中医经常说要调理 心记满 心不能觉得 什么都有了 牛都不得了 财记录 财记录 就是说我的才华和我的钱财不要露出来啊 想一想 印度尼西亚很多的每一次的排华当中 都去抢那些有钱的人啊 华人啊 所以有些人真的有钱藏起来 外面还是破破烂烂的 他们那些人一看很穷嘛 不抢了 所以财啊 数鹰不要漏 所以很多人在公众场合买单的时候 挖拿出来一叠 多少钱呢 刚刚出门 就被人家 刷一下抢走了 所以大家记住 公正才会伸出明白心 一个人很公正 这个人心一定是很明白的 明白吗 诚实会伸出朋友 这个人只要很诚实的对人家 朋友越来越多 嫉妒会伸出恨 恨会伸出恐惧 恨念 恨念会伸出失误 会铸成人生大错 错就会伸出悔恨 那个时候就要念 礼佛大忏悔